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川普整个的内阁逐渐成型 我们就再来回到跟中国市场相关的话题 今天要为大家聊的也是一个争议人物 既不是美国的总统川普 也不是川普任内被提名的一系列鹰派人物 以及可能的政策 我们要说的是谁呢 是证监会的原主席肖刚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肖刚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一番演讲 可以说是刷屏了 那么整个这个视频 我们也请我们的编辑 在节目最后为大家播出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A股3000点就已经是心理目标共识了 4000点就已经很高了 6000点他直接摇头 甚至直接说呀 说这个4000点那就已经超过了GDP比重的120有一点太高了 很快就有网友说了 说这个证监会主席好像算数没有学好 我们看到2024年的GDP大概是130万亿左右 那如果是这个GDP比重的120%那应该是158 160万亿左右 现在A股的总市值是95万亿不到 所以这个A股啊 如果是按照肖刚这个逻辑 还能够再涨70%左右 那个时候就不止4000点了 那你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当然了 比这个具体数字更重要的是肖刚的这一番话啊 似乎是有这个不希望股市出现大牛市啊 不希望提振股市这样的意涵 也让网友啊嘲笑 说你这到底是安的什么心啊 是不是之前把你证监会主席的职务免去了 你现在就借机报复啊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完成看过肖刚的这个演讲啊 他也说是非常看好中国资本市场 说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光明 未来可期等等等等 其实啊 这也不是肖刚第一次因为言论引起有关争议了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华尔街日报记者温宁林 以及Bob Davis在之前他们的一本书啊 叫超级大国对决中 对于2015年左右股灾的一段描述 那么据说啊 当时啊股灾啊 肖刚置古不利 那么习近平本身呢 对于肖刚是有很多的抱怨 找到肖刚手指经济学人当期的 封面啊 当时呢 这个封面上画的是一个习近平啊 垫着脚尖想把中国的这一条股市走势拉高 但是啊 股市一路狂跌 啊 当时呢 这个习近平就跟肖刚说 说就是因为你啊 所以呢 我才有如此的待遇 指的就是他不喜欢上经济学人的封面 被描述成一个似乎对于股市毫无束手之力的领导人 那么肖刚本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无能的庸裁呢 2015年的股灾的到底应该担多大的责任呢 也有网友开玩笑 但是说的非常的形象 说这个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啊 最惨的就是两个角色 第一是国足的教练 第二是证监会的主席 为什么呢 不管是球迷也好 还是股民也好 这个国足啊 表现不利 中国的股市表现不佳 总是啊 希望找到一个责任人 那作为国足教练 以及证监会掌门 就最容易背上骂名 实际上你说 是教练也好 还是证监会主席也好 他到底能够对于拯救股市有多大的发言权呢 这其实啊 更多的是这个我们叫做国足 或者是股市本身的体制性的问题 和谁做了什么关系啊 可能还真的是比较松散 不过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肖刚啊 这个肖刚是出身于银行系统 当时是2013年他接替啊 接替另外之前的证监会主席是谁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郭树青啊 那么这个肖刚啊 当时老股民呢 对他是非常有好感的啊 因为呢出自于银行系统 之前是央行老行长吕培俭的秘书 后来不管是到这个统计司 还是政策研究室啊 还是主管金融监管的副行长啊 货币政策委员会啊 可以说在整个这个银行系统之内啊 相当的年轻有为 而这个肖刚啊 在刚刚新冠上任的时候啊 也是大刀阔斧的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新政 在整个市场内啊 叫做铁腕制式 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个名字啊 让人想起了现在大家对于证监会啊 掌门村里的新村长吴青的一个评价 叫做劝商屠夫 那么肖刚到底铁腕制式有哪一些举动呢 大家可能记得这个老鼠仓啊 重拳整治老鼠仓是肖刚当年的重要的举动 包括对于上市公司的一些欺诈呀 包括推动这个IPO的注册制改革呀 还有推行护港通啊等等等等 还有呢 用大数据来检查内幕交易等等等等啊 可以说呢 是相当有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啊 真正引起肖刚命运 试图转变的就是我们说的A股的股灾 整个的这个A股保卫战呢 可以说是一路失利 当时是2015年的夏天 六月中旬 从六月中旬一直到七月初啊 十五十六个交易日内 整个上证宗旨是下跌三分之一左右 杠杆资金全部加速离场 公募啊 是巨额的赎回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是市场一个一个的失守啊 交互下跌 人家说是千股停盘 整个流动性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枯竭了 形势啊 是非常非常的严峻 那么当时啊 整个这个证券监管部门呢 也是急坏了 根据中国财经媒体的报道啊 那么啊 当时呢 是证监会组织了一路 券商召开紧急会议 结果啊 会议是炸锅啊 到底是是不是要救市 怎么样的救啊 各种各样的意见都不一样 那肖刚呢 更是数次打断发言 要大家团结起来 最后有一个关键人物 发言了 是谁呢 就是中信董事长王冬明 王冬明说了 说萧主席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哎 我们说王冬明啊 也是老金巨华 整个呀 一下这个责任呢 又转移到了 萧刚身上 那么萧刚到底 最后做了什么呢 讨论还没有结束 马上证监会的后院就出事了 副主席 主席助理 一个叫姚刚 一个叫张云军 那我们熟悉中国这个金融官僚体系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啊 宣布接受调查 为什么 涉嫌内谋交易 这样的一个情况呀 更是让整个市场的信心一路跌到了冰点 你自己管证券市场的证监会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幕啊 或者叫做后院失火的现象 让大家对于整个市场怎么能够有信心和憧憬 结果啊 之前所有萧刚在这个证券市场在A股的这些改革进程 几乎全部被叫停了 IPO被叫停 证券法修改 推迟 本来呢 这个护身A股已经有几百家企业排队上市了 萧刚是准备用注册制啊 来解决A股上市的上市难的问题 结果现在整个这个这个A股市场突然一下崩裂了 那你这个注册制改革啊 也只能是必须要临时叫停救世为先 在那段时间里啊 中国财经美有一张图片可以说是烽火网络啊 就是萧刚一个人在证监会空荡荡的食堂里面吃饭啊 看上去呢是十分的落寞 萧刚一系列政策中啊 大家评价最有争议的可能也是宣告他的仕途命运正式挂节的是什么呢 就是熔断机制 那我们说这个股票的熔断机制啊 实际上是国际成熟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 就是说在市场情绪比较恐慌的时候啊 这个熔断机制能够让市场暂停交易冷静下来 避免出现踩踏 那为什么熔断机制反而成为了萧刚的滑铁炉呢 当时啊这个熔断机制由萧刚拍板上马 没有经过国务院的审批 所以说由他一个人决断啊 那这一点呢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熔断机制在四天之内导致了四次熔断 非但没有停止这种恐慌情绪 反而啊是引起了投资信心的进一步的下降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我们也是这个事后诸葛亮啊 A股的整个的这个熔断机制啊 我们说两个界限点 5%和7%拉得有一点过近了 就导致是什么呢 反向踩踏 一旦接近5%了市场说不好 已经接近熔断机制了 很快可能会有更大的抛售 因此啊反而是加紧了抛售 加紧了抛售 又加速了触断下一个熔断节点 7% 结果啊导致了我们叫做恶性循环 非但没有让市场垄断 反而是让散户聚集 本身就颇为不理性的A股市场 更加风声克力 加速了这样抛售的步伐 后来没有办法 这个熔断机制啊就被紧急叫停了 那有关于肖刚的这个仕途命运 要被免职的消息啊 也是市场出现了很多次传闻 当时非常有名的就是 这个路透社好几次报道 说肖刚辞职 肖刚辞职 那肖刚自己呢本人还特别出来回应 说不好意思 又被路透社主动辞职了 已经联系了相关媒体 他们撤回不属实的报道 但是啊肖刚最后卸任了啊 那么接任他的是谁呢 是刘世瑜 那刘世瑜的命运如何啊 我们也知道 所以啊这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A股目前的问题啊 更多的是体制性的问题 不管是市场机制的不成熟 整个这个散户的过于的聚集不理性 还是法治环境的不完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 肖刚自己啊本人的能力到底如何 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啊他面对的问题 其实就像国足教练所面对的问题一样 有的时候啊让人觉得 有一点无力回天的意味 我们再来回到肖刚这一次的争议性的说法 他为什么说3000点就不错了 决策层就这就可以了 别想着4000点6000点 这其实啊与肖刚之前的一个表态有关 他是说什么呢 他就说呀我们需要牛市 但是股市稳定健康更重要 这个过度的牛市情节 追求牛市反而会影响 监管者的心理和行为 那么肖刚在之前几年的一次演讲中啊 特别讲到了中国的牛市情节 他说呀说有一些呀 甚至部门把牛市希望当成政绩来进行考核 这样的一个激励机制就会影响监管者的心理和行为 可能会影响市场的发展 我们说这个A股的市场啊牛短熊长 这呢可能是客观的事实 那比如说中国股市30多年啊牛市平均天数是多少呢 10个月 熊市的平均天数是多少呢 22个月 所以这个熊市的长度啊平均而言大概是牛市的两倍多 但是为什么啊牛短熊长是普遍状况的时候市场会存在牛市情节呢 就是大家都希望获得好处 而在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啊非常不完善不成熟的时候啊 A股又成为了大量的股民基础财富的唯一一个出口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呀 又有牛市情节啊 那么整个政策呀就会呈现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呢 宽松基调为主 强调的是啊 刺激政策把股市拉上去 但是监管和控制的政策反而是比较少 作为监管部门来看呀 这样宽多阳空的状况是非常不利的 那监管部门把股市看成上涨政绩 这呀是监管部门的一个大忌啊 我们再来说到2015年的这个股灾 那这个2015年的股灾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我们刚才说 其实跟中国资本市场本身的体制性的问题有关系 再详细而言 就是当时中国在经济转型期啊 整个实体经济的回报比例是比较低的 就出现了金融脱石向虚啊 投机热潮资产泡沫突然大幅催生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呢在转型的时候啊 新旧动能转换增长点前景不明朗 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国际市场在经济转型期的时候 也是经常会出现资产催生泡沫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一方面是股市市场自身不完善 另外一方面是经济结构性转折的时候 缺乏一个西储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所以我们说啊 2015年其实中国的这一场股灾啊 不是孤立的 也很难说是肖刚的责任 那么如果我们要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光说解决体制性的问题 这点太空洞了 这一点呢之前我们也为大家总结过 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 而且呢上市进出不畅 还有呢就是A股啊 融资功能强 投资功能非常的薄弱 很难进行价值投资 或者叫做质量投资 第三我们就是之前说的 做空和制约的力量都比较低 第四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整个这个市场预期 现在在管理上还严重经验不足 而第五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小市这股票 长期估值是偏高的 第六是什么呢 就是监管非常的短市 这六点呢 是肖刚特别强调的 我们看到当时肖刚 在总结A股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仍然是这六点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呀 其实我觉得肖刚有中国官员 一个比较难得的品质 就是呢 对于自己还是有一些反思的 而这一些思考 他后来呢 也写了一本书 有关于中国资本市场 三十年回头看 其中啊 也特别检讨了中国监管的 所谓的这个叫做 父爱主义 什么叫做父爱主义呢 就是不让市场发挥作用 而是更多的强调刺激市场 刺激A股一路向上 但是啊 不管监管本位 监督本身对于违法犯规的行为 监管不利 监管评价体系 刺激不当 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所以啊 简要总结一下 以我自己来看呢 肖刚这一次谈啊 没有什么心理的节点 不是说一定要把市场冲上三千点 而之后又四千点八千点 飞上一万点不可 我觉得那他更多强调的是 不能有牛市情节 监管者需要有监管者的担当 如果一位只是想促生牛市 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投机泡沫 反而啊 对于市场是一个不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回应 让中国在这一次经济转型期中 可能又会出现资产泡沫化 重演股材的危机 不知道这样的解读 您是不是赞同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 我们请导播附上肖刚这一段原话 同时啊 也请何彬先生来谈一谈 他的看法 肖刚大放厥词 代引号的到底安的什么心 以上是三千点 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就是现在已经超过目标了 这个呢是谁也不会说的啊 谁也不会说的 但是就是心理的目标 我们叫心理目标 可以这么来概括 就是低于三千点的时候 我讲的上阵中止啊 现在因为你讲别的时速完全不一样 就是上阵中止是低于三千了 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是偏熊市了 就是这是多少年的一种 心中的一种 但是你说有多少科学依据也没有 另外是谁定了呢 也没有人定 没有人定啊 就像有一点类似 我们过去就是前几年啊 现在过了 人民币汇利不要贬过七 这个谁也没定过 这个因为我是了解情况的啊 谁也没定过 这个这个这个谁也没去计算过 如果破了七就怎么样 对于你影响就不得了 不是这样的 就原来呢 就是不破七 这是一个观念 这个三千两个 这个是一致的 但是大家看到啊 七是破了 对吧 现在昨天 我感觉是昨天七块两毛 二毛五啊 扁的再高的时候是七块三嘛 过了七块三嘛 所以现在看呢 这就是我回答给你的这个问题了 就回到这是个心理的目标 没有科学依据计算的 也没有任何文件和指令的 没有人没人 但是呢 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低于上一千点了 这个社会有点凡凶 凶事了啊 不是太好吧 不是太好吧 如果高于了 那总是还可以了吧 就是说就有点类似 感到破七一样 所以那时候你看 要破七好紧张啊 不是我们紧张啊 是高层领导紧张啊 其实没有什么事 你知道吗 破了都现在破了 所以你理解吧 没有任何人这样的目标 但是呢 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共识 一种共识 一种心理的共识 大概是这样的 好 好 好